我们把这个东西后端写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暂时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去测试一下 刚才咱们所写出来的后端的东西 有没有问题吧 对吧 是这样一点 所以呢 咱们把程序运行起来 我们把程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呢 咱们相对应的回过来 咱们看一下刚才是哪个地方呢 咱们现在还是有点问题的吧 没点问题呢 verify code是我新建出来的 然后呢 我在verify code当中 把API的蓝图导入来了 但是你说蓝图当中 它知道有verify code存在吗 不知道吧 所以我说还得把这个verify code 也在蓝图的对象里面 这个文件当中导入去啊 要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它才能够去知道 还有那个文件的存在 所以呢 咱们现在呢 去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怎么去看呢 我现在回过后来 咱们可以先把谁呢 先把redis当中全清掉 全清掉的话 有清 有这个语句吗 flashout flashout的话 是代表要去清除所有的东西 把数据全删掉 然后呢 再case case 先查看一下 是不是空了 空了 回过头来呢 咱们去访问一下 目前是不是就是以 gans 进行方式访问呀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不都不用依赖 以postman 直接在浏览器当中访问 是不是可以呀 比如说就是 127.0.0.1对应的是5000 对应的是5000端口吧 然后呢是api 然后呢v1.0 再对应的是emage code 这是刚才写的吧 然后呢 相对应的是吧 要去写一个编号啊 这个编号 咱们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就是123 抢一下回车 抢一下回车之后 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拿到了一个图片验证码啊 拿到了一个图片验证码之后 我们再回过来 看一下 rentice当中 有没有保存的 case 看右边这部分 看右边这部分 然后呢 这个case星 这里面实际上 是不是有一个emagecode 123的编号啊 然后我们get一下 emagecode 对应的123 拿出来是不是vc6e啊 再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vc6e啊 所以这是关键亮点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接口 就写完了 这个接口写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再来做什么呢 现在你作为一个扣端 就已经完事了 是不是就可以去扮演前端了 我们现在没有人的前端 给你去做 所以呢 咱们自己也得把前端单起来 那前端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呢 去想一下 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 如果是你对接的是APP的话 如果是你对接APP的话 那你的APP是不是 你不用管了呀 对吧 就虽然说这里面是还是这样的一个 呃 可能图片验证码用不到 但是如果是其他接口呢 再去取其他接口的时候呢 也是相同流程 你做完这样一点的时候呢 你就完事了 完事之后的话 怎么就等着呢 等着APP那个人 把接口写好了之后 就相当于 他会按照你所写的接口文档 他去查 查完了之后呢 他按照你的接口文档说的方式呢 他会去写代码 往里面访问 然后呢 你跟他进行一起联调 联调之后就相当于 他那边有没有升到正确的结果值 然后呢 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你去判断 是他那边访问出了问题 还是我这边 试图函数写的有问题 所以这么来进行配合 这是关键的点 就相当于 你在这后端一旦写完之后 你前端任何一个东西 都能在来访问了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呢 是拿网页来请访问的 所以呢 这个网页的话 咱们也自己能够访问得了 咱们怎么看呢 那当前这里面应该是 在访问到主页的 访问到注册这个页面的时候 应该去向我请说 突变验证码吧 对吧 要向我请说突变验证码 那在向我请说 突变验证码的时候 咱们来去想一下 有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去触发呢 首先第一步应该是 页面一加载的时候 就应该去访问吧 我们现在要去想的时候 不要去考虑后端了 就考虑前端 就考虑前端在拿什么钱 应该是页面一加载的时候 就应该去 把这图片验证码拿过来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 还有什么时候 应该是点击图片验证码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向后端 去要一个数据呀 这是关键点点 所以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就得分析一下 regest.html这个页面了 在regest.html这个页面当中 咱们来去找 在static.html当中的 这个static当中 在这个index 在这个regester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有了 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 咱们来去看一下 咱们就看哪呢 其他东西先不管 就看图片验证码 placeholder在这呢 placeholder当中 这是关于一个input的输入框 能够去输入图片验证码吧 然后图片验证码 展示在哪呢 往下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image标签了 是专门展示图片的 对吧 就是关于这样的验证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说了前边前端有两次出发 什么两次出发呢 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就得应该去 有一个拿回来呀 然后再去点击的时候 还要拿一次 那你看一下 这个拿一次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呀 那应该是在后端当中 在这个页面的GS当中 去写GS文件吧 对吧 但是你说GS文件当中 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呀 应该是向后端发请求 然后呢 向这个地方发请求 把图片拿过去吧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啊 那你说这个请求 我在前端当中 用阿甲克斯访问 还是说可以借助别人的手啊 你看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我在页面当中去写的时候 那个图片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标签 image标签了 source对应的 就是那个图片的地址吧 那你说这个地址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你图片验证码的 后端接口的地址 就是那个验证码 图片的地址啊 可以吧 因为你返回的 是不是就是图片呀 所以就相当于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无论如何 我最终在页面当中 source属性里面 最终给你形成什么东西呢 我就把那个后端接口 写了API 然后呢 对应的是V1.0 然后再往后下 imagecode imagecode 放到这儿 然后再问号后面 把那个XXX的ID 放到这儿 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 只要在这个地方 source属性是一个 完整链接 浏览器自己 是不是肯定会 向这个链接去拿数据啊 所以是不是浏览器 自己就向这个地方 发送请求了 根本就不像 我在操作了吧 操作了吧 而且我说了 咱们后端 视图接口当中 返回的是不是 就是图片呀 如果正常 肯定是图片 好了 如果正常是 反过图片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请求 是浏览器发送的 所以呢 拿到数据 也是浏览器直接拿到的 它拿到之后 是不是就直接 把图片放到地方 展开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 盖在人家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说了 为什么咱们 单人名气错的时候呢 让前端生成编号 而不由后端生成呢 后端不生成的话 就当于 我后端只要返回图片 就可以了 只要返回图片的话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 被浏览器利用下来 不需要在前端 进行解析了 所以呢 这也是它一个原因所在了 所以就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GS的调用 相当于会好写一点了吧 我要做的工作 只要是说 页面一加载的时候呢 做成工作的 页面一加载 我生成一个编号 生成完一个编号之后 整个这个链接 我说能拼接完了 拼接完了之后 我通过接规的方式 把这个文件一修改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还想想想道理 你在这个点击的时候 是不是也想想想道理啊 你一点击 我肯定才再来重新 再来形成一个 新的图片验证码吧 对吧 好了 再生成一个编号 我再把链接拼接好之后 再通过接规的放到这 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这样一件 那这个思路 这个意思 大家能不能把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 把代码去实现一下 我把这地方给你空下来 空下来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给大家去提供的 这些静态文件 有一个规律 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HML里面放了所有的页面 然后呢 在GS文件当中 iHome里面 然后呢 每对应的一个HML文件 它相同的 要去使用的GS 都是同名的GS 所以就相当于 regest这个注册页面 它的GS在哪呢 就是regest.gs当中 我在这里没有进行整合的原因 就相当于是 让大家去看GS的时候呢 更方便一点看 所以咱们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一开始的铺垫工作 都已经铺垫完了 铺垫完之后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我已经把刚才咱们所说的 无论是页面一加载好 还是页面在这里面去点击的时候 终究的都得生成一个编号 然后拼接链接 拼接完链接之后呢 再去修改页面里面的 这样一个sauce标准的sauce不幸 所以呢 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GS当中 已经给你预留好了 封装成一个函数了 可不可以封装成函数啊 我给你写成一个函数 写成函数之后呢 那我们刚才就说了 什么时候会去调用呢 页面一加载好的话 应该是在页面里面的 Document.Ready 是在这里出发吧 页面一加载好的话 页面一加载好的话 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你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调用的 刚才我写的那个函数啊 我把这个函数呢 待会我们自己来接线 叫做Generate生成图片验证码 所以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是不是调用一次 然后那再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咱们的刚才说的 还要点击呢 点击的时候的话 我在Image标签的 外部是不是还给你包含的DIV啊 在DIV当中 我是不给你包含的一个Conclick的呀 Onclick的意思就相当于 我在去点击这个范围里面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追求这个函数啊 那这个函数是不是相当于 Generate image code的呀 所以又是刚才东西了 所以呢 就把它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实现了 所以咱们现在来去写一下 这相当于 做的这个函数的意义在于哪呢 这个意义的相当于是说 是 就是 形成 图片 图片 图片验证码的链接地址 后端链接地址 后端地址 然后呢 设置到 页面中 让 浏览器 请求 验证码图片 这是关键的 好这是我们要去说的 咱们要放到这样的函数当中来一次就可以了 紧接下来 那就相当于 第一步操作 咱们实际上是不是得去生成一个图片验证码编号啊 第一步操作 生成 验证码编号 那验证码这个编号的话 这是图片验证码编号 那图片验证码编号 咱们怎么去做呢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那这个图片验证码编号 我们已经知道 应该做的就是说 每个编号是不是应该都是不唯一的呀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上 行业内当中再去生成这个图片验证码编号的时候呢 就有两种方式 哪种方式呢 第一种方式的话 它可以采用时间车 时间车我们已经知道了 每个时间点它所对应的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时间整数 还有一项吗 说一九七几年开始计算的 那个时间整数的话 它把这个东西当做时间车 这是可以的吧 但是这个可以的话 还是有一点的危险性吧 什么的危险性呢 万一就是两个人 恰好就在同一秒当中去点击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呀 所以这是有 但是呢 它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了 有人去用时间车 那除了用时间车之外 还可以用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叫做UUID的东西 UUID这个概念之前有见过吗 有 有去提到过吧 把它叫做什么样 叫做全局唯一标识符吧 这直的叫做UID是吗 叫做全局 全局唯一标识 标识符 这个UUID 那之前指的这个UUID 但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它能够做全局唯一标识符是吗 原因在于哪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稍提一下 马上就完事 原因在于说 你去想 我为了让你们随机的去 无论如何生成都能够去 无论如何生成的话 都能够保证每个人生成的东西是不唯一的 那这时候呢 怎么怎么去做呢 无论怎么生成都能是不唯一 也就相当于它的一个容量性 这个编号性的话必须要是很大的 所以这必须编号的话很大的话 在哪里去做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东西 我在之前在这里面有去写过一个 应该是在 cookie里面 好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UUID这个东西呢 叫做通用唯一标识符 或者叫做全局唯一标识符 那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能够每个人生成的东西不一样呢 原因在于 这个通用标识符的话 它是多大的 它是由32和16进制组成的 32和16进制的话 也相当于是16的32次方吧 大概就是2的128次方 那这个数量的规模有多大呢 它的规模的话 可以给你形容一个对比 就相当于 如果你每那秒去生成一兆个UUID的编号的话 一那秒多少 一秒等于一千毫秒 一毫秒的话等于一千微秒 然后一微秒等于一大秒 相当于10的负九次方 一那秒的话 去产生一兆个UUID的编号 你还要一百亿年才能消耗完 所以你相当于说 你在一百亿年之内随便去生成 保证的都是不唯一的 所以呢 就把它这么一种大规模的东西呢 就叫做UUID了 所以呢 通装情况下 就由这个UUID来作为它的一个全局的一个数字符 那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咱们怎么去做呢 在python当中自己有一个模块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前端当中 前端当中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再去网上找了一个前端的GS的一个代码 相当于 我去封装了一下 这个东西呢 就是通过在GS方式呢 能够去创建出来一个UUID的证明方式 所以把它封装好了 封装好之后呢 咱们直接去用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去调用一下 我已经以函数的方式来去做了 所以应该是generate 就当当于怎么去做呢 generate 有一个ID 掉这个函数 然后呢 就可以给我生成一个编号吧 对吧 比如说我把这个编号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image code id image code id 然后呢 然后呢 那接下来 这样的一个code id有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操作 这种接规则的方式了 对吧 那接规则的方式的话 这个还有印象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要去操作呢 就应该是设置一下image 要去设的就是这个图片验证码 这个image标签的造型码 那它从哪来呢 我们实际上这么 它的前面是不是包含了一个类属性啊 叫做这个image code的呀 所以我把它选出来 然后它下面的一体标签 image是不是也有了 咱们去写一下 应该是image code的 我把它选出来 那应该怎么去选呢 然后呢设置 设置图片 应该 这个东西应该是刀了里面的点 然后呢 刚才这个image code吧 是它吧 它下面一集的image吧 对吧 下面就是image 所以你在这边加入空格 或者这个点方式 它空格也是一样的 加空格也可以 那就是说一空格的话 就放这空格 然后呢 image这个东西 在点的话 attr我设置里面的属性吧 应该是source属性 给你设置为那个ur吧 那ur的话 我在里面还去选一下 ur什么东西呢 对应的 应该是 咱们选一下 应该是apiv1.0 后面的image code 再往后说 拼贴上那个对应的编号 加上一下image image code id 放到这儿 然后呢把它设置进去 是不是可以了 好 这样一复就完成了 请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相当于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页面压载的文书呢 会去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 在页面当中点击的时候呢 这里面 uncle的一个事件 也会调用函数 所以这时候做完成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的东西 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问题 哪个细节问题呢 如果刚才我们把生成好的 图片验证码编号 仅仅就作为这个函数里面的局部编量的话 那你说我最终在进行下一次请求的时候 要发送短信验证码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是标号还得带上 对吧 那这个标号的话 如果作为局部编量的话 离开函数 这个编号就没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给它作为当前页面里面的全局变量 对 全局变量都给你留好 在这呢 image code id 一上来呢 我给你去留了全局变量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呢 就给你控下来 相当于是不是只要去使用的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这是相当于 保存 图片 验证 码 编号 好 这是关系键链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让程序呢 去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咱们回过出来 过来之后 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自己做呢 我们为了让页面 你刚才已经改过对应的GS了 所以改过GS的话 很有可能浏览机还会去使用之前的缓存 那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去清除一下 clear cache 然后呢 点击一下确定 确定一下之后呢 然后咱们再在看哪呢 看这个sauce 看sauce 我看一下 重新刷新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当中的话 然后呢 咱们看哪呢 看sauce当中 这里面实际上已经有了 值了 我们再看一下 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有些时候的话 没有这个前页面效果的话 怎么办呢 在sauce这里面 点开 去找satic里面的GS里面的 最音的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reget home reget的这个GS啊 咱们把它点开 这是刚才咱们写的那种代码吧 你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去确认一下 我刚才在后端写的代码 有没有进行生效 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现在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是最新的代码 而且这里面已经加了过来了呀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 咱们再来看一下 后端当中 对应的case case当中 这就是刚才前端里面 所去生成的 那个uid的编号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get一下 get一下之后 放到这 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我们来去过一下 ppcg 看一下是不是pcg啊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再去点击一下 看一下 没点击是不是都能够去 重新生成一下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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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